你好,我是雨色 你今天看过一本好书了吗? 在节目一开始先提醒大家 《荣丽七月》将到来 在这个月份 人们会特别的小心 避免跟鬼相遇 那么有一些人 他们确实的经历过 跟鬼相遇的真实故事 如果说是你或者是家人、朋友 有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诚挚的邀请你来投稿 你的故事将会在我们节目当中 让更多人听见你的真实经历之外 我还会在节目当中 从灵修的观点来分析 你所投稿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意义 还有鬼魂所要传递给世人的意义是什么 投稿的方式很简单 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来写email 或者是用录音的方式来寄到email里面 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 来播出你的故事 期待您的投稿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 所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 灵修人最容易遇到的三大魔考 那么遇到了又该怎么办呢 那讲到这个魔考之前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关于灵修 灵修它是一个自我探索 跟自我内在跟外在整合的一个过程 我们在走灵修的过程当中 我们内在的内心的深处的阴影跟创伤 就会浮现出来 那这些不管是过去式啊 今世的阴影跟创伤呢 都有可能一直潜在着我们的内心当中 阻碍我们成为真正完整的自己 因此呢 透过了灵修来消除这些创伤跟阴影之外 把我们内在跟外在达到一种整合 这个就是灵修的真正目的啊 所以不管你的灵修的方式到底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跟准则 也就是是帮助你消除你内在 曾经所发生过难以消灭的阴影跟创伤 那在我之前的课程当中呢 有许多人啊 对灵修是有兴趣的 那么呢 他们来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透过很多的方式呢 让他自己去看见他自己内在的阴影跟创伤 比如说像是灵动 千万不要小看灵动 有些人在灵动当中呢 自己曾经已经遗忘的创伤会浮现出来 甚至有些人呢 在参加我们灵修院的法医的过程当中呢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一直不断的哭泣 不断的哭泣 那是说不出来的 所以呢 创伤跟阴影有时候呢 你是无意识的 但是透过法医 或者是所谓的这种被动式的疗愈的方式呢 都可以达到平衡的效果 但是呢 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会遭遇到各种的挑战跟困难 那就是所谓的模考了 那么模考呢 有可能是内在 有可能是外在的哦 模考呢 其实是灵修当中呢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 另外 模考的出现 是帮助我们成长跟进化 必经的过程 透过这一种挑战模考 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整合 我们自己的内在跟阴影跟创伤 完成我们自我成长的过程哦 之所以模考会出现 是因为你选择的修行嘛 那修行呢 你在接触这种身心灵的技巧啦 宗教的仪式啊 这个过程当中 很自然的就会把你的内在 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啊 不管是过去世啊 现在世啊 你已经一万东西把它挖出来 重点是这些东西 它本来就是存在的 只是因为你透过了某种的方式 让它早点浮现出来 现在发生跟以后发生 你都是要面对跟处理的哦 所以呢 在修行当中 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 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它没有办法抹灭 你就是要去处理它 不管它是模考也好 或是行性的问题都好 你就是要去处理它 那既然已经走灵修了 就代表是你要愿意去面对 你曾经所遭遇过的创伤 或者是你曾经做过的一些 比较不好的事情 那像这些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 这种模考 那么模考呢 可分为两个类型哦 第一呢就是游行 那第二就是无形的 游行的模考呢 就像刚才所说的哦 它就是来自于外在的世界 跟外在环境的困难 或者是呢 我们必须要实际去挑战 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那么无形的模考呢 大部分就指 就是我们内在的内心世界的困难 那我们必须要去处理那些东西 那在这里呢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哦 我们这一集呢 就先来谈 所谓的外在有形的模考 那我们首先呢 就来分享灵修人 跟身心灵工作者 身心灵修炼者 最常遇到的三种有形的模考 那第一种呢 就来先说一说 就是大家最容易感到困扰的财运问题 其实这不要说是模考啦 就算没有模考 没有走修行 很多人都有财运的问题 尤其呢 是当你选择了修炼的时候呢 当你选择了灵修的时候呢 更容易遇到财运方面的模考 财运的模考的出现呢 它是反映出我们内在的贪婪 跟对金钱的错误的认知 还有对财务金钱理财 一些不安的考验 也就是说 是你自己本身 就有对金钱的错误的看法 所以你在接触灵修的时候呢 它更容易浮现出来 它会让我们陷入到一种 对金钱物质的享受 跟无止境的追求 而且它不只是说 让你没有钱哦 而且你会沉溺在这个世界当中 那么当我们在面临财运的模考啊 或是金钱的模考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反思 你自己对金钱的看法 跟态度到底是什么了 而且呢 你必须去修正 你自己对金钱的使用的方法 然后让你的灵性跟金钱 能够达到一种平衡 重点就是 你必须要意识的看见 你已经陷入到金钱的困扰当中了 不管你是缺钱 或者是在追逐金钱的游戏 其实都是一种财运的模考 讲到这里呢 我就想要推荐一本书 就是我自己出版的一本书 叫《勤务财富,无极耀斯基姆清传财富心法》 让你解开贫穷的困顿 唤醒灵魂的富足意识 这是一本由耀斯基姆 所清传的财富心法的书籍 那么在这一本书当中呢 无极耀斯基姆 不只是揭露了民间信仰 跟灵界对金钱的迷思跟秘密之外 重点是 它在教导我们 怎么培养自己的富足灵魂意识 怎么样的透过富足意识 来跨越模考之外 能够让你的金钱更加的富足 重点就是那个富足意识 而不让我们一直被金钱 物质 财富的问题所困扰 那这一本书 在目前为止 已经将近快十刷 而且这本书呢 在YouTube上面呢 有超多的这个Podcast 或者是这个博主 他们在介绍这本书 有很多的身心理导师 也都在介绍这本书 如果说你在还没有买之前 想了解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 那么我就推荐你 到YouTube上面 你去打请问财富与色 就有很多的相关的影片 你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说不管你在走灵修的时候 你这个所谓的魔考出现的 金钱上的魔考出现的 那么我建议你先看这本书 让你了解到底什么叫富足 到底什么叫财富 到底怎么样的转换你的灵魂意识 然后克服这个财富的问题 好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在灵修路上呢 除了财运的魔考之外呢 我们还会遇到另一个问题 就是事业的魔考 我曾经遇过一些灵修人啊 他们原本在工作上面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 但是呢自从开始接触的灵修啊 身心灵课程之后呢 哎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开始不断的换工作 而且是越换越差 或者是呢事业就一落千丈 那甚至有些灵修的这个工作者啊 他们自己本身在教灵修 可是他们事业确实发展的没有很好 那么这背后还有很多的原因啊 其中有一个呢 可能是他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平衡 事业跟修行跟身心灵技巧 这种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是重点哦 有些人就会困在一种迷失当中 认为修行就是不要赚钱 或者是金钱跟修行到底之间的这个嫁接是什么 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的 除此之外呢 有很多人他们是被迷修跟身心灵 灵性通灵的魅力所吸引的 而忽略了呢 他们这个事业对生命的意义的重要性 同时呢 有一些人呢 会产生所有的事业上的魔考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缺乏了自信 竞争力跟社交的能力 所以呢 当他们的修行走到一个程度之后呢 他们在事业上呢 更容易遇到挫折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们把重心都放到了寺庙啊 道场啊 宗教活动上面 忘了自己工作的本质 因为他们相信 只要服务神明啊 宗教领袖 他们的事业就会非常的顺遂 那之前我就有看过一个文章啊 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非常有钱的老板 他们原本是信仰某一个宗教 那后来呢 他就改信另外一个宗教 那改信的原因是因为呢 他说另外一个宗教呢 认为金钱不重要 那另外一个宗教呢 就告诉你 应该赚很多钱 所以他就改信另外一个宗教了 所以呢 这代表是你对宗教跟修行 跟生活跟事业之间的这个观念 产生的问题 所以才会导致你出现了所谓的事业上的魔考 这种想法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有错误的信仰观念 避免你这种事情的发生呢 你必须要很理性的去看待宗教 我们要了解啊 我们在追求灵性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同时我们必须要对现实世界产生真正的连结 那么宗教是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平衡的工具 不是让我们远离现实 然后并且呢 受到操控的手段 因此呢 我们在走灵修的过程当中呢 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 灵修是帮助我们结合生活事业 婚姻等等之间的这个联系 同时呢 你必须要保持批判的思维 然后才能够避免你成为宗教机构啦 或者是宗教领袖的一种被操作的工具哦 在我的观念里面 我认为说正确的修行 它应该帮助我们更加的积极去面对我们生活 当然也包括了事业 所以如果你开始接触了修行之后呢 发现你事业越来越不顺了 除了离开这个修行啊 道场之外 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讨一下你自己的修行观念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就像我刚才讲的老板一样 真正出的问题不是宗教本身 是你对修行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哦 好 那最后一项的魔考是什么呢 是婚姻跟感情的魔考 这也是许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哦 灵修呢 是一种寻求内在平静跟幸福的过程 它应该是要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自己之外 然后呢我们还要跟这个神圣的力量产生更好的紧密的联系 但是有时候当你过度专注在灵修的时候呢 你会导致你个人跟现实生活中产生脱节 你忽略了家庭跟你伴侣之间共同生活的情感的联系 那这种情况呢就会产生夫妻啊婚姻之间的不和谐 在我的著作灵修人关键报告的这本书当中呢 我就详细的记载许多人在参加这种身心灵工作啊 或者是所谓的灵修之后所经历的真实故事 那这本书当中呢就有提到啊 有许多人走灵修之后呢 它竟然发生了所有的外遇跟情感的出轨 那么如果说你对这方面想深入了解的话 那我就建议来参考这本书灵修人关键报告 门外和最好题灵修人最常问的QA一次南瓜这本书 本书里面呢其实有提供许多灵修过程当中 在道场在修行在身心灵可能出现的种种情感问题 其中呢就有一段真实的女读者写信给我的故事哦 在这本书里面就说了 她说我的老公呢热衷于一间灵修道场 那几乎每天下班呢就会到道场去报道服务 然后去服务神明 她还要求我跟她一样每天要到道场服务 那但是呢我家中有家务事要处理 孩子也还小总是要人家照顾吧 但是我的老公既然说只要把道场照顾好 主神就会帮助我们照顾好孩子 我很担心孩子日后的发展 但是老公不听我的话我该怎么办哦 那在许多的灵修的道场当中呢都会发生类似的状况出现 许多的这种宗教啊身心灵啊都会说啊放下一切啊 你必须要追随真理哦 那听起来就好像是我们可以忽略家庭忽略的婚姻 那忽略感情然后走宗教就对了哦 这种说法听起来都很美好 但是当你过度解读之后呢 就会导致人们忽略现实生活中应该要负担的责任 因此呢在追求灵修的道徒当中呢 我们应该要谨慎的去平衡灵修家庭婚姻跟感情 我们必须要确保啊我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维系好跟家人婚姻感情的这些的联系 我们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在陪伴我们的家人跟伴侣哦 那并且呢积极的参与家人的生活 而不是应该是让灵修变成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 特别提醒大家啊 如果说你正在走灵修 或者是你对身心灵有兴趣的朋友们 请记得哦 婚姻感情都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不能够因此而忽略了这些东西的存在 那么该如何的破除这三种灵修人最重要的魔考呢 其实啊古人一定用五个字来教导我们了 就是要神也要人哦 台语叫做爱心也爱人 意思就是说在人生的道徒当中呢 你必须要信仰身影 它可以帮助我们跨越生命的难关跟走过人生的低潮 同时你要靠自己努力信仰神明跟宗教可以给我们力量 但是我们不可以依赖他们 而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这个其实古雷已经说得很清楚哦 那聊完了这一集之后呢 相信你对于魔考就已经有更深入的体悟了哦 重点我还想再提醒大家了 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样子的魔考之后呢 一定要寻求帮助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值得信赖 而且有经验的灵修导师啊 或者是同修啊道理 帮助你更理解你这个时候所陷入到魔考的问题在哪里 提供你一些克服魔考的方法 第二呢就是克服魔考要有耐心 千万不要说哦我今天遇到了啊明就可以处理 没有这种事情的 灵修呢是一种长期的修炼 当你想要从里面得到滋养的时候 同时你也必须要去面对魔考带给你的考验 两者之间都是必须要透过时间跟精力来处理哦 不要指望一处而成哦 所以呢你必须要坚持下去才能够克服 不管是在感情啊事业啊或者呼应上的魔考 你才能够获得真正长期内心的平静跟幸福哦 最后呢我想要引用灵修能关键报告这本书的观点哦 这本书里面呢我提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灵修呢是透过一个观察自己跟认识自己 并且提升自己灵性跟内在整合的一个旅程 因此呢灵修世界呢充满了各种的误解跟迷失 在灵修的圈当中呢 有些人呢会被一些奇特的现象跟宗教信仰所迷惑 甚至呢迷失在所谓的灵修勒索 灵修高貌或者所谓的灵修幻想当中 因此如果你决定了要走所谓的灵修这条路 那你就应该要时时刻刻的保持清晰的理解 避免被各种迷失误解所困扰 并且呢你必须要真诚去面对你自己内在 成为你主要的灵修的目标 这个才是真正的灵修人要去处理的问题 而不是本末导致着去寻求宗教或神灵 带给你生命的一帆风顺 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了 那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聊 灵修人最容易遇到的无形的魔考 无形的考验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听完这一集节目 你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来跟我们分享 同时呢请记得在各大Podcast上面呢给我五颗心 那如果说你对于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想要跟我聊的部分呢 就欢迎写email给我 我是宇瑟 我们下次见 拜拜咯